嗨,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想要拍的是紹興的公共空間 當初之所以會想要拍公共空間 其實會覺得說好像這種都市中比較弱勢階級的地方 他可能在公共空間上會呈現一些 比較像我們會有一點浪漫的想像 他們會把公共的空間運用的 跟我們有一種非常大的差別 可能是一個共享性的一個區域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第一次踏入田野的時候 發現紹興其實有很多類似的區域 後來我們也有做一些訪談 就是說因為他們家裡的空間 其實看他們的家其實就非常的小 所以很多地方他們必須擺出到公共空間 像是我們一進去就會看到他們有沙發 有很多沙發然後也有菜園 然後相對的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共建設 像是廟宇也是他們的一個重點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得知了一件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紹興在今年年底會被拆 所以我們反而就是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紀錄者 加上我們又是紀錄這種公共空間 這種公共空間很容易就是因為空間的改變 就像他們以後可能會要住到其他地方的樓底 而那些地方的樓層可能就會像公寓一樣 不會像這裡紹興的話 它就是屬於一種兩層樓的平房小矮房 這樣子的話 他們可能面對面的次數可能會減少 然後就也相對的就不會有那麼不規律的空間出現 可以讓他們去執行這些日常生活的接觸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入紹興這個田野 讓這一個印象不只保存在影片裡面 也跟著我們一起保存在我們每個人的記憶裡面 謝謝大家